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气血足,百病消 今天沈医生叫大家健脾补肾 补足你的气血 并给你推荐一个气血同补的忠诚药 不给疾病找上门的机会 中医经常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的气血充足了 就有抵抗外界邪气的能力,不容易生病 但如果你总是小病不断 稍微一吹风就感冒咳嗽 抵抗力很低 平常还经常觉得很累 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自己像是散了架一样 过了好几天还是肌肉酸疼 总是想躺在床上 而且不喜欢吃饭 吃也吃不多 脸色也不好 没什么血色 很容易头晕眼花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气血不足了 气血不足不仅我们身上的正气就会减少 不能抵抗外界的致病因素 同时气血的运行也不通畅 很容易导致气质血淤或者脏腑失痒 比如心血不足出现失眠多梦的情况 或者脾胃虚弱出现大便唐息的情况 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经 出现肾经亏虚的情况 当你发现你身上有气血不足的情况 就需要补气养血了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药 叫做人参养溶丸 可以健脾补肾 气血双补 人参养溶丸用到的药物分别是人参 白竹 茯苓 黄芪 陈皮 甘草 当归 熟地 白勺 远至 肉桂和无味子 人参 黄芪和甘草可以补气生气 白竹 茯苓和陈皮可以健脾 这六味药共同作用 可以健脾补气 同时还可以蕴化水湿 防止水湿凝结成痰 陈皮还可以行气礼气 防止补气的药物太多 在我们的身体里形成气质 熟地缓和远至可以补肾填精 还可以滋饮养血 再配上养血补血的当归 白勺和无味子 可以提升方子补养气血的作用 最后再加一味肉桂 温阳通脉 可以起到鼓动气血生发的作用 让我们全身的气血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 从而抵抗外邪 让我们不容易生病 人身养绒丸适应于气血两虚的症状 但如果你是阴虚或者体内有热的 就不适合了 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 可以寻求医生的辩证指导 以免伤害身体 请不吝点赞 Southern 神永远 感谢观看